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个有点事情就除去了 视频没来得及更新 亚马逊今天呢 是这个作为一个头牌啊 这个头牌 8.5mL的这个做空 这边是一个5.7的做多 那这个就有点矛盾了 因为Amazon有10.8% 是吧 10点多的是QQQ的 你做空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概率 等于做空QQQ呢 对吧 这一做空这个 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对冲了 可以对冲了吧 这两个能不能对冲掉呢 那做空的比它2.8个mL 差2.8个mL 那再来看到AAP 只有一个 是1月21号的 147块钱 Street 170 147 一个低位得做多 那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只有一个 是9月25号 也是这个礼拜 在这一个到期 特斯拉只有一个啊 做空了 反而是没有特斯拉的 做空这边是没有特斯拉啊 再来看到这个 可以看一下亚马逊这个有 都是9月25吗 这三这几个都是9月25 这几个一这一撮只有两个是11月20号 但这两个是大单一点 一个1.6 一个2.7 那做空的看一下 做空了 只有一个 哇 那这个搞不好 他的这个数据分析 有没有带堵的成分呢 这个他只有一个是3050做空的 哦 他是一个高位做空 是3050 put啊 好吧 这个你赢了啊 这个玩的这么狠 8.5个Million 再来看到这边 AMD有一个对冲 是一个452k 对一个1.9Million 那BYMD这边就没有一个大的吧 没有BYMD可以考虑啊 也是一个现在在中国 他好像已经打进中国市场了 BYMD可以考虑 Facebook呢 由于之前超跌太多 也是可以 BYMD看一下吧 10月16号 10月2号 是买两三个礼拜以后 哎 有三个 这三个是这个9月25号的 52 62 42k 啊 再来看到这个特斯拉 9月25号只有一个 今天啊 428 那这个他盘后 这个也跌着他 哎呀 这个他这个应该在厕所里面哭了 来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也有一个很笃定的 这个将近一个Million的 那下面的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比较 因为没有到一个Million嘛 对吧 推他 Pinterest今天表现的挺好的 这也是一个Moyle call 两个Moyle call 三个 其他也不是很多 都是一个小单 635最大了 635k 看在这边 BCE这边没有做多的吧 BCE可以看上 BCE41块6毛 这个ONEM 这个 21年2月19号做空26块钱 那以上是今天的全部信息 这个谢谢大家 啊不是 还要看来看 你看多一些股票啊 看一些股票市场 SPY也是很多的嘛 SPY HYG Microsoft BNDX QQQ MTUM 那这个做多的人 还是很多啊 SPY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大盘回稳了呢 我们可以这个细细平一下 我们这个也照照例来画一个图啊 因为这个平时人家都是这么忽悠你们的 来到这里呢 这道菜我们这个不能让你们错过了 这道菜 好 它现在已经有一个回稳的迹象了 这里是往上去了啊 跟这一条线 但有没有办法通破这里呢 它通破这里 我们再上去啊 在这边这一段呢 就会可能是吃得稳一点 现在明天是一个很关键了 它这里 没有往上去呢 我们就不买 好不好 嘿嘿 对吧 它往上突破了以后 我这根线我们 再来放大一点点 这一根线 那这个没有往这里 哎 没有往这里跟这边一块 没有往这里突了 明天这个不是往上的话 我们就不动手啊 它往上的话 那起码这一段 那这一段 这几块钱 32块 到38块钱 是这个比较稳的啊 相对比较稳 那上去 现在这个看明天 主要看明天 这个谢谢大家 大家 留言 кор 咱 ЕТ